這樣子突然跑出一名白衣男 只見他手拿著超長鋁製棍子 朝站在民宅外 穿深色外套的女子衝過去 對方嚇得往後退 最後抓住棍子試圖搶走 但還是被甩掉又趕緊躲進屋內 其他鄰居聽到一陣騷動 全跑出來看 目擊這火爆場面沒人敢上前 而這名男子其實是為了妻子而來 事發就在新北市移出住宅區 兩戶是相隔一條巷子的鄰居 夫妻檔從事資源回收 雙方疑似常為了整理回收物 發出的聲響起爭執 當天稍早 監視器畫面中穿短褲的人 就是男子的太太 跟女住戶一見到面又爆發口角 同樣站在對方家門口僵持不下 丈夫知道後受不了 才會拿長棍到場威嚇 女住戶事後到醫院驗傷提告 法官認為男子持棍敲擊 導致女住戶受傷 涉犯傷害罪判拘役40天 可一可法刑 全案還可上訴 雙方恩怨至少持續三年多 依舊未解 最無辜的恐怕是其他鄰居 兩個都長 大家忍一下就好了 不爽就忍一下就好 如今鬧上法庭 恐怕又多一道嫌隙 鄰居們應該只希望 何時能有平靜的日子 TVBS新聞網站 佳麥曼吳宇阿辛貝爾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